两周之后 奥克兰市中心再次发生了枪击事件 两人受到重伤被送往医院 再次失踪一年半的 Tom Phillips与三个女儿的案件 再次浮出水面 本周他已经四次被目击 警方呼吁社区民众提供更多线索 政府宣布新西兰所有超市 在本月底内必须显示 商品以重量或体积计算的单价 大家好 欢迎收看33 Bulletin 我是Clarence 张文华 今天是2023年的8月4号星期五 距离奥克兰那场造成 三人死亡 十人受伤的枪击事件 仅仅发生两周之后 昨晚在奥克兰市中心 再次发生了枪击事件 警方表示 昨晚11点半左右 就接到报案称 CBD发生了打架斗殴事件 随后有人掏出了枪 并连开竖枪 造成一人头部中枪 另一人腹部中枪 目前两人伤势严重 均在奥克兰市医院接受治疗 这名犯罪嫌疑人 最后是骑了一辆Lime的 共享滑板逃离了现场 警方表示 嫌疑人身穿显眼的红黑色的裤子 还戴了一顶红色帽子 现在他们表示 正在积极追查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同时警方想告诉民众的是 这是一起孤立事件 社区中没有持续的风险 最后警方呼吁 任何了解情况的民众 拨打105电话 提供更多的信息 枪支暴力在新西兰市挺少见 但是这已经是奥克兰两周内 第二起枪击事件了 所以说警方一直都说 这种枪击事件都是孤立事件 但是如果一直发生这样的孤立事件的话 你说民众的安全该如何受到保障 住在北岛怀卡托地区西部的 马尔科尔帕的Tom Phillips 以及他的三个女儿 从2022年的2月以来 已经失踪了近一年半的时间了 本周三在怀卡托地区 有三次报告称 目击到了 Phillips 将这起匪夷所思的失踪案 重新带回了公众的视野中 警探威尔老夫人今早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 Phillips 周三 在汉米尔顿 T-Rapa的 Bonnings 商店中 第四次被目击 同时警方还发布了一张照片 他们相信被监控拍到的 这位男子就是Tom Phillips 而且是明显经过 伪装后的一个形象 警方同时还呼吁民众 提供一辆丰田 Hulux 皮卡的信息 他们相信 Phillips 就是这辆车的司机 目前这辆车已经在汉米尔顿周围的 四个地方出现过了 如果您在怀卡托地区见过这辆车 请立即拨打 111 提供线索 Phillips 和孩子们第一次失踪 要追溯到 2021 年的 9 月 当时是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搜救行动 但 Phillips 和孩子们 在被报告失踪后的 17 天后平安归来 说是之前一直待在丛林里 随即 Phillips 被指控浪费警力和资源 本应该是在去年 1 月出庭 但是 Phillips 不但没有出庭 而且又带着 3 个孩子消失了 警方表示他们相信 Phillips 肯定是获得了某种支持 或者帮助使他能够隐藏这么长的时间 现在警方搜寻的重点并不是找到 Phillips 而是要让 3 个孩子安全回到家中 所以也是需要社区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来帮帮警察 所以如果您在怀卡托附近见谅匹卡 或者见过 Phillips 不要犹豫赶快拨打 111 报警 新西兰的杂货行业改革终于是看出一点点进展了 政府宣布从本月底开始 新西兰所有的超市必须显示以重量或体积计算的商品单价 就是这件商品每公斤或者每升的产品的价格 这一举动被商业和消费者事务部长 Duncan Webb描述为 政府在增加零售杂货行业竞争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平常我们去买西红柿的时候 有的时候它会有 500克 6.99 纽币的 还有 700克 10.49 纽币的 或者 1000克 11.99 纽币的 实施这样的要求之后 下面就都会有一个比如说西红柿 100克的价钱是多少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在购物时会很容易判断 到底买哪一种西红柿会更加的划算 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超市是把部分商品的单价给列出来的 而且拿我个人举例的话 我去超市的话如果它没有单价我也是会计算一下 不过有政策还是比没有要好很多 不仅以后购物会更方便不少 同时会加强这种零售杂货行业的竞争 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而且您收看今天的三三Bulleting 祝您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周末 我是Clarence 我们下周再见